中耳炎不吃药会自愈吗?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李莹 西安市红绘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医师 中耳炎奉一个急性中耳炎 和慢性化龙性中耳炎 像急性中耳炎的话 比如说是你抵抗力比较好 一般都一周能够自愈 但是大多数人急性中耳炎的话 是不治疗的话是很难自愈的 因为急性中耳炎早期的话 如果治疗它就是表现在耳痛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急死治疗的话 它就有可能导致骨膜穿孔 然后流龙 所以说是不管是急性中耳炎 还是慢性中耳炎 都希望患者急死到医院里边救诊 不要指望急性中耳炎能够自行愈合 你像急性中耳炎的话 它一般都是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 比如说像感冒 这种的话有这种病史 会导致一个急性中耳炎 所以说是像平时呢 就是多锻炼身体提高抵抗力 再一个少吃辛辣饮食 少喝酒抽烟 这些都是容易引起中耳炎的一个因素 如果是慢性中耳炎的话 还伴随骨膜穿孔的话 如果要就是说是要平时要注意的话 就是外耳道不能进水 还要防止感冒 一旦净水或者感冒 它就容易发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